就在穆斯林摘接月的最后几天 阿拉伯国家也门爆发严重的踩踏意外 当地商人星期三晚上在首都萨纳 分发慈善物资时 发生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85人死亡 300多人受伤 事发后 也门部长巡视案发现场 誓言会查明真相 这起踩踏事件发生在萨纳老城区附近 当时数百人聚集在一所学校内 领取慈善物资 有商户未经管理部门的批准 就分发每人5000野门里亚尔 大约是90令吉的现金 之后不知何故 意外就发生了 目前涉事的伤人已经被捕 伤者也已经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